面对地理环境,林渠为何能够顺利通航? 千年前的秦人,究竟采取了怎样不为人知的技术,令林渠的修建变为可能? 在施工过程中,秦人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 敬请收看地理中国,渠中闺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林渠修筑背后的故事 也让我们了解了千年前的秦人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 因势利导修筑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 而在林渠工程当中,还有着数不清的谜题 而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跟随专家为您一一破解,林渠之旅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遣五十万大军远征岭南 由于战线过长,致使粮草与军备无法运至前线 五十万秦军无法前进一步 借鉴了帝国北部迟道的成功经验 秦帝国的统治者决心在帝国的南部修建一条水上迟道 在今天广西省新安县的粤城里 一条不足三十六千米长的人工运河成为了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而这条决定战争胜负的运河叫做林渠 秦,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秦国的守卫皇帝秦始皇 仅仅用了十年时间便解决了中华大地上 长达五百五十多年纷乱割据的局面 秦国的强盛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在面对中华大地上最后一个对手 盘踞在岭南的百岳时 秦军却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帝国派出了五十万大军 希望尽快结束岭南的战事 但是,五十万秦军却被困在广西的崇山郡岭之中 很难前进一步 秦军的补给主要依靠陆路运输 但是这条补给线运输却有着种种不变之处 过长的运输线造成了运输途中巨大的损耗 以至于前线的秦军无法按时得到应有的补给 于是,秦始皇决定 在广西省新安县的岳城岭开凿运河 连接长江与珠江这两条中国南部最大的水系 开辟一条水上运输线 但是,这项工程量巨大的运河却并没有太长的施工时间 在正式动工后四年,灵渠便建成通航 时间进入到二十世纪 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被灵渠这个2200年前的水利工程所吸引 他们惊奇地发现,灵渠工程中存在着大量难以逾越的建筑难题 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纰漏,灵渠都根本无法存在 肯定有很多失败 因为当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地址,水文,测量 这样的一些手段,这样一个水平 他当时只能靠莫测,和简单地历来积累下来一些经验 这条古老运河身上体现的完美工艺 的确显得超乎时代,不可思议 那么,新人在开凿灵渠时,究竟遇到了哪些问题 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些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呢 今天,站在灵渠岸边的观景台上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灵渠的主体结构 大小天平坝与滑嘴 但是灵渠的主坝为什么要修成大小天平结构 在大小天平之前,为什么又要修住一个滑嘴呢 这要从灵渠主坝的分流作用说起 作为一条用以通航的运河 灵渠的作用不仅仅是连接长江水系中的湘江 与珠江水系中的石氨水 它更重要的作用则是保证运河内的水流量 只有足够的水量才能确保航船能够顺利通航 而在灵渠两端 两条河的水流量并不相当 湘江的水量远比石氨水大的多 但是湘江的海拔却远低于石氨水 这就使得从湘江向石氨水引水变得十分困难 只有修建一条抬高水位的主坝才能够令湘江的水位满足饮水的要求 但是怎样能够确保顺畅的沟通两河 又使得这两条河不至于因为分水而断流呢 对湘江进行分水是一个精密的控制过程 早在灵渠修建的三十多年前 秦国就已经有人对分水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这个人叫做李冰 李冰在成都平原修建的都江燕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人工分水建筑 都江燕采取的是一套更为复杂的分水系统 它分为分水鱼嘴 飞沙燕与宝瓶口三个部分 主要用于泄洪与饮水灌溉 在这套系统的前端是鱼嘴 鱼嘴是都江燕的分水工程 在这里波涛汹涌的泥浆正式分流 而在这套系统的尾端是飞沙燕泄洪工程 飞沙燕的作用主要是当内浆的水量超过流量上限时 多余的水便从飞沙燕自行溢出 确保饮水渠不会受到洪水的威胁 最后便是宝瓶口饮水工程 经过鱼嘴分流 飞沙燕空流之后的江水 被引入宝瓶口之中 用以灌溉成都平原 灵渠工程的最高负责人监狱使鹿 正是借鉴了都江燕的成功经验 为灵渠设计了一套精密的分水系统 在灵渠坝首的滑嘴 原理与鱼嘴一样 最前端的部分是一个高约三米的平台 俗称分水台 通过滑嘴 香江水也在此地正式分流 但是以什么样的比例对香江水进行分流呢 由于香江是一条大江 为了保证顺利通航 必须给予香江更多的水量 这便需要大小天平滴坝的调控 大小天平的另一个称谓是人字坝 人字坝两铁之间的比例 恰好为三比七 香江水自人字坝之后开始分流 一部分进入南渠 进而流入黎江的石安水 向南汇入珠江 另一部分进入北渠 重新流入香江河道 进而向北汇入长江 依靠滑嘴分流 天平坝控制流量的设计 使鹿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 构建了区别于都江燕的分水系统 但是单单依靠大小天平坝三比七的建筑比例 是不能完成三期分水的 还需要对南北两渠的水流速度进行控制 如果无法有效的对两渠的流速进行控制 那么香江水便会全部流入流速快的一边 使得整个工程陷入失败 那么秦仁又是如何有效的控制了南北两条渠道的流速呢 专家决定对水量更大的北渠进行考察 考察进行到这儿啊 我们都不得不探复于秦代工程师的智慧 公元前219年的工程技术远远落后于现在 但是秦代工程师却能够利用这么精妙的结构 让看似凶猛的明川大疆 按照他们的思路是乖乖的分流 但是仅靠精妙的结构是不够的 那么灵渠工程当中还隐藏着怎样的谜团呢 在水量更大的北渠 专家们又会有何发现呢 在灵渠的主体工程中 北渠的河道最令人费解 秦仁为什么不能利用原来的河道通航呢 原来在2200年前 古代水利工程专家无法完成现代水坝上的船闸设计 一旦建起了水坝就等于封死了河道 因而必须再开造一条新渠连接湘江 2000年后的今天 由于人工建筑的影响 我们已经不可能从地表上 对北渠进行观察 设置组决定使用热气球升空 在灵渠上空200米的高度进行拍摄 这是灵渠首次进行高空拍摄 在200米的高空能够很清晰地看到 北渠开造成两个连续的转弯 形成了一个S型水道 河道修成直线 是最省时省力的思路 然而 北渠却被人为的开凿成S型 这其中暗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原来 由于天平坝的蓄水作用 至少将湘江水位抬升了1.5米 落差的加大 加快了水流的速度 顺流而下的船只 在急速行驶中难以保证安全 逆流而上的船只 也极难爬坡 通航就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它就是个坡度 越陡 水流的越快 它流量就越大 坡度越滑 水流的越慢 它的流量越 它这个北区嘛 叫它弯弯曲曲的 就是增加它的长度 增加长度了以后 分母增大了 分子不变 因为它这个 两地的水位差 是一样的 它没变 当然 它就变小了 并且 流速的控制 也对整个林渠工程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北渠成为直线 水流过快 造成湘江水 全部进入北渠 南渠同样可能面对 一点分水都没有的禁地 南渠没有水 就不能进行通航 整个工程又将陷入失败 秦人将北渠修为S型后 北渠的水流量放缓 进入北渠的水量 与南渠正好形成三期分比 如此精妙的计算 产生于距今 2200多年前的秦代 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所以专家们普遍认为 灵渠的北渠 也不是一次修筑成形的 秦人也许在北渠上 进行过多次实验 甚至开凿过多条渠道 最终将北渠的形状 确定为今天的模样 大小天平坝 滑嘴 S型北渠 三个部分结合在一起 精确地将香江水 以三期的比例 分流至两渠之中 是整个灵渠工程的核心部分 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出现纰漏 灵渠的通航作用都不可能实现 从而是整个工程失去意义 灵渠的工程成就 最大的应该是两点 一点是最合理和科学的总体布局 另外一个就是 他能够把香江上游的水量 成功地分成南区北区 分别通香江和立江 没有三区分水 灵渠就不存在 那么有三区分水 要靠北区 调查到这儿 看似已经结束 灵渠的三个主体建筑 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精妙地将这个香江水按照预定比例分开 但就在这个时候 人们却发现当地的气候十分奇怪 可以说十分不利于通航 那么秦朝的工匠又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 专家决定 进入林渠连接两江的南渠进行考察 这一次人们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广西北部的新安地区处于五岭之中 由于有着崇山峻岭的阻隔 雨水的分布也极为不均 在月城岭 南北两方的气候截然不同 在每年的八月份之后 广西北部地区降水明显较少 湘江也就进入到一年之中的枯水季节 从十月份直到来年 林渠南渠内的最小水深仅有三十五厘米 如此浅的水位 根本不可能保证来往的船只顺利通航 也就是说 林渠自修城的那天起 它的正常通航季节只有八个月 在南渠的河道上 人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凹孔 正是这个凹孔的存在 保证了林渠的顺利通航 凹孔构成的通航系统叫做斗门 古人将木桩横于渠道之上 在木桩上裹上竹席 等于在河道上建起了一个简易的蓝水坝 建议提升水位 团在水里边通行 不是说全段都能通行 到了不能通行的水潜的时候 需要用斗门挡水 把这个水位提高起来 把水量加大 然后呢 把斗门一下子撤掉 然后船随着水漂流着下来 它是这样子 专家们在南渠上 做过关于斗门蓝水效果的实验 通过斗门 可以将水位提升30厘米 有了这30厘米的水位 即便是旱季 林渠最浅的地方 水位也能达到65厘米 一般的航船便能借此顺利通航 在南渠上 这样的斗门一共有36处 通过一级一级的斗门 航船就像爬过一座一座的小山 而这种逐级提升的斗门 已经具备了分级船闸的原始概念 关于斗门的最早记载 来自于公元826年 唐宝丽年间 著名文人李博重修林渠 增设斗门 李博所建的斗门 也是世界上最早的 类似船闸的装置 今天 世界上最宏伟的现代船闸 三峡大坝 坐落于湖北省宜昌市 大坝内外水位落差 高达110米 船舶必须依靠船闸实现通航 而船闸通航的原理 与灵渠的斗门亦去同工 通过对灵渠的调查研究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修建灵渠 是一次充满了探索与实践的过程 古代工程专家 正是运用了自己的智慧 更为合理地利用了 看似不利的地理因素 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工程 变为可能 如果悬址失误 蓝河大坝根本无法修筑 在鹅卵石上建筑堤坝 极易被洪水冲垮 如果北渠是直线型河道 迅猛的水流将无法通航 大小天平坝 滑嘴与S型的北渠 共同决定了分水的流量 任意一个环节出现纰漏 都会导致湘江水无法进入南渠 没有精巧的抖门设计 船只在枯水季节 只能搁浅 最为关键的是 这些问题互为共生 相辅相成 一旦其中任何一处发生意外 实现灵渠通航都只能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 灵渠的修建 帮助秦帝国扩大了版图 但是在灵渠通航后的几年内 一度强盛的秦帝国却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覆灭 不过在秦帝国灭亡之后 灵渠的另一个作用却突现出来 在秦灵亡的一百年后 南海边的河浦城逐渐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海港城市 并且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海洋贸易 公元前120年 海外邦国的使者 由河浦经陵渠北上长安 向汉武帝敬献了鹦鹉与大象 来自大海的礼物 引起了汉武帝极大的兴趣 史书上记载 公元前111年 汉武帝的使者自长安南下 通过异道直达汉江 从汉江南下进入湘江 从湘江过灵渠 自离江顺流而下 来到了河浦 之后 汉室从河浦扬帆出海 沿着东南半岛一路西行 最终到达了印度洋上的岛国 斯比兰塔 汉室所走的这条海路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对比从长安向西 经西域进入中东的路上丝绸之路来说 南海到长安的道路 要便捷顺畅的多了 而这一切都要归工于 这条36千米长的小型运河 灵渠 正是因为灵渠的存在 在公元前111年前后 古老的长安城 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共同起点 一千年后的唐代 京畜之地的大米 通过灵渠运送到粮食匮乏的广东 而云贵地区盛产的铜料 也通过灵渠向北运至中转 进入清代以后 小小的灵渠之上 总是官商船只 络绎不绝 甚至出现过一天之中 二百多只商船 联络而下的景象 这条不足36千米长的人工运河 不仅沟通了中国南方两大水系 成为了那个古老帝国 强盛时期的见证者 更承载了一段久远的历史 那个人类与大自然抗争的历史 而这条静静流淌了两千二百年的人工运河 已经见证更多像它一样的传奇 到这儿啊 我们终于揭开了灵渠的秘密 小小的灵渠 改变了在这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 不得不让人叹忽 而在这其中的不仅仅是秦人超凡的智慧 更是他们永不妥协 将看似无法完成的工程竣工的精神 而这种精神也激励着后世子孙 让我们能够有效的利用 看似不利的自然条件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这一切究竟是真是假 神秘的鸳鸯权 地理中国下期播出